哇!幾乎有兩個月未出片 因為在家裡有些事在忙 還有這幾個月 美國世界都很紛亂 這兩天英國病毒新的變種 傳播率高70% 人心惶惶又開始過 美國大選上一集也講到 有三個語言是講到特朗普的選舉 其中有兩個近代的 只是講到他一定會選到第二任總統 但是接著大家看到投票結果 就開始了 特朗普那邊查到很多證據 包括Dominion投票機的問題 他將票轉為拜登 遙遠控制 這個情節簡直是厲害的電影 一月前2020年 Dominion Voting Systems 獲得$400萬元 資料開罰 Dominion Voting Systems 退出了暗地 HERE THE FACT IS THERE ANY TRUTH BEHIND THESE ALLEGATIONS 我們必須解釋 以前我看過美國總統金賴迪 被謀殺的有些廣課是國內的勢力去做的 原來裡面真的有這樣的可能 最近這個禮拜如果你有留意各種新聞 不只是看美國的主流傳媒 因為現在講到的情況 就是真的像一個政變 主流傳媒 CNNNNBCABC 華爾街日報 很多主流傳媒 Bloomberg全部都能夾到民主派的極左路線 包括奧巴馬 希拉里 再加上黑命貴 Antifa 組成了勢力 再加上社交媒體 Facebook Twitter Youtube 竟然禁總統說話 有些地方 現在不是新聞自由 因為 全班主流媒體 只能夾到某些新聞 不說憲法 各種證據 正式的各種州的聽證會 現在聯邦聽證會都在做 參議院 每天都有新證據 每天都有傳媒 不提這些事情 他不公正地兩邊都 每個國家的元首都陸續恭喜拜登當選 包括中共 包括俄羅斯 大國 日本一組 台灣也是 不過 我仍然是買重的特朗普 他會贏 這個壞 大家看看 當日奧巴馬拿到6900萬票 奧巴馬的集會是這樣的 奧巴馬贏了800多個county 就是園 特朗普的集會是這樣的 有7400萬票 贏了2497個園 在全美國裏面 拜登集會是這樣的 他只是贏了477個園 比起他來說 但是你說他有8100萬票 我想問你有沒有一些懷疑呢 我想問你 還有他 夠選舉人票 然後就開直播 只有6000多人看 就比我少很多 那這8100萬票去哪裏呢 很快就知道了 1月我們就知道結果 可能美國會有少少混亂 內亂 不過應該形勢不會太嚴重 雖然特朗普那邊的律師 包括Lin Wood 很出名的律師 他在說 叫大家 儲備 涼水 甚至蛋藥 留在家裡 嘩 這樣就很厲害 所以這幾個月很混亂 雖然說到 特朗普可能會用 我們香港也熟悉的 緊急法 或者國安條例的方式 去封艇拉人 即是把一些叛亂的叛變 私通外國勢力 干擾美國大選 和干擾憲法 因為這件事一倒下 什麼都不用玩了 以後 如果你被死的人 很多人都可以投票 如果你被沒有登記的選民 都用了地址 名字去登記 當作正式選票 美國的民主制度 甚至世界典範都會倒下 所以這也是一個正義 和公正 和邪惡的鬥爭 很明顯看到 我不是說 美國 或者民主制度的絕對優越性 而是說 凡有制度 就會有混亂 有一個 美國商人 前幾年 幫過FBI 和希拉里 搭來收了1800萬美金 比較多 這些資料都有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多看 華爾街日報 CNN 傳統的傳媒 發覺 特朗普這幾年的形象 一直都不好 最初去搞女人 又說他貪錢 不報稅 會不會有份通鵝 說到事實 特朗普的人 真的都幾粗皮 你看到這個片段 他竟然會推開那些 北約成員 歐洲主要的領導人 就要站在前面 自己很威風 做大佬 也都會 先排好 那些小笑 拍一段片段 自拍的一百公 就說自己放屁 那裡放屁 就說拜登你沒有份的了 Joe你沒有份的了 我放屁的地方 就是我的了 Joe 這是The President The Real President The Real President Not The Phoney One That's you You're the Phoney And I just wanna say Take a good look Joe This is my house The White House I won this house In a contest In 2016 So it's mine Always will be This is my dining room It's for family dinners Never used it But I farted On all the chairs Once you fart on something It's yours It's in the Constitution It's in the Constitution I farted on the Constitution too You lost Joe You lost Bigley This is my hair spray I got it to look cool This is my wife I got her to look cool With this phone You can call All the other world leaders I like to call Macron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nd then hang up Here let me show you Fotos of my loved ones And Melania Here is Ivanka Here's Eric Donald Junior And this Is Katie Eickhoff Never gonna leave this place Joe You lost I won My house This is my social media room This is Trump territory Believe me This room has Trump written all over it Well Joe Good night I won You lost And you will never live here Going to bed now My bed Not your bed 躁脆的行為 我們就算吧 政治不正確 朋友好像沒有說話 他會說話很短多 他 work是說得出做得到了 他是一個說好主張的人 雖然幫男嶺 找工作 半井 strong 可以損回美國 然後還加關稅 他們要 forearm關心生活 所以因為有這麼多次支持他 他照 trader,他很厲害 說話很直接了當 不合潮流 堅持推動反墮胎 配合信仰精神 直接罵傳媒 假新聞 這幾個月 很多人都熟悉美國選舉方法 隨時熟悉美國公民 去到什麼程度 還有機會回頭 選舉人票 每個州的票 都是很特別的 學習的時候 社交媒體 Facebook Twitter 每個人都恭喜拜登贏了 我們要學習看真相 看事實 有些報道會只是說 很空泛的說 同時有些報道會有數字 有什麼證據 相對來說 後者可信程度高很多 他不是一個演繹 因為你很空泛的說法 很多時候就加了你的立場 演繹 而你只要比Facts 我們叫Hard Facts 硬的事實 每個人都沒有反駁的事實 數字資料相對 會可信性高 以及持平一點 當然有可能有另外的數字出現 但起碼都是數字對數字 就會很多 起碼容易看得出哪些是事實 遲些可以去認證 有足夠的資料 認證 裡面又找到出來 原來美國的Deep State 是一個深層的政府 有些暗黑的力量 在公務員體系裡面 你看到很多都反對特朗普 司法部 商務部 表面上可以跟隱 但其實背後 我們叫扯後腿 香港最近說公務員要宣誓效忠一層層 遲早都越變越嚴重 正常來說 這是正常的 正常情況來說 這是一個很合理的事 不過如果宣誓效忠 就等於一句都不罵得政府 不能說你的意見出來 甚至說你反對政府叛國 這樣就死了 這是一個專制政權 所以在一個不正常的狀態之下 這樣的宣誓效忠 就真的很嚇人 和大家很不舒服 面對現在這麼混亂的世界 甚至我們和朋友 都見面少了很多 家人都不可以四個人 一起出去吃飯 分了兩台 可能很多朋友都很失望 和不知道怎樣好 是否移民呢 面對香港的情況 美國影響世界 無論經濟或者正情 還是很紛亂 沒有什麼安定的感覺 不過我和家人都說 安定一點不用太緊張 因為最近都出了一個神父提到 就是上一集我講過 麥主歌爺顯然 一會兒講台灣 我都會講 花地馬顯然的事跡 很多的預言 麥主歌爺的地方 甚至是有十個秘密 會陸續顯然 而有些標記出現 是讓人看見 是不能否認的 這六個 mín個的規定 我們神父的想法 都不公開 每個的奇蹟 都不講用 這六個想法 是一共同的 我們討論 一共同的 訊號 我們討論 不能講解 全世界 最終的 唯一 先 我們討論 before they occur after the events take place as predicted it will be difficult for even the staunchest skeptics to doubt the existence of god and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apparitions our lady is planning to change the world she did not come to announce our destruction she came to save us and with her son she will triumph over evil if our mother has promised to defeat evil then what do we have to fear 即是當你肯正正經去看你不能夠否認天主的存在這些神使者即見到聖母的人 跟我們年紀差不多了這些事我知道全部都是他們有生之年會發生的 如果是這樣我們有信仰的人更加個心安定的因為天主主在一切 正義和光明一定會勝利一切有希望 所以我仍然個人來說我繼續買特朗普贏的同情人說 甚至每天的祈禱說特朗普一定贏 去打贏這場仗就算是戒嚴這個方法 出動軍隊叫州平亂或者重新某幾個搖擺州 很懷疑很多證據的州去重選過這個選舉 都可以的因為美國本身的歷史裡面 已經有六十幾次用過戒嚴停亂的總統的命令 所以這個是有歷史根據的有法例根據的 而1月20號就是正式的美國總統就職日子 每天和之前一定會水落石出 各位如果你喜歡這個短片 很歡迎你按LIKE 或者SHARE 分享給你的朋友 也可以最好按下面這個訂閱鍵 紅色的鍵 免費訂閱 按小鈴鐺 就會更加會有新片 致力通知你 謝謝你 謝謝你